有没有网球肘疼的同学 这个地方 网球肘的同学 你肯定是这样子发力了 刚刚说的挑球 同侧 然后发球 同侧 正常我们都是往左边的 不管是后场还是往前 都是往左边发力的 就是说我们发力是往前 前了以后是往左边去泄力 去放松的 自然放松的一个惯性 不是说往右边 你往右边的话 你这个肘观点你就卡住了 你看后场 来这样子打球的 你又想发力 你杀球又想很用力的去杀 你看以那么大的力 你直接往这里走 它能不疼吗 它肯定疼 就是这个动作 然后包括后场的这个 过度旋转了 这个动作 变成滑板掉的动作了 它怎么能不疼呢 这个要注意 就是往球走 基本就是这几个问题 然后要怎么缓解呢 就是你首先要把动作改了 然后你再去治疗那些的 不然你就会越打越疼 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然后呢 反拍跳球 就是跳球你刚开始学 你觉得你发不出力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 拉到这上面 把整个动作全部都做完成 如果大家是觉得 已经可以了 你就从这里开始做 腿这个这里 跟腿平行的 差不多腿前面一点点的位置 就直接这里跳 就可以了 一个是这样子 一个是这样子 有没有 直接从后往前打出去 动作都是这样子 动作都是一样的 这个注意了 就可以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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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